抢救人员这是整个抗震救灾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目前阶段的全部工作都要紧紧围绕救人来展开 把人员伤亡降低到最低的限度 温家宝强调 为使整个救灾工作顺利进行 必须力争尽快通路通电通水保障电讯长通 这其中通路是关键 要把灾民安置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 他要求干部走到受灾群众当中去 真正的关心他们 温家宝要求会后各个工作组 要立刻落实会议的要求 连夜部署连夜行